而在行车之前先检查车况才能够确保安全上路 因为呢有一位陈信拖板司机在通过瑞穗赫钢桥后 发现了刹车来令片过热炸裂 右后轮随即起火燃烧 而附近的住户一听到一声巨响纷纷查看 只见拖板车大冒浓烟是赶紧报警处理 碰得一声巨响民众外出查看 看见桥头的这一部拖板车右后方起火燃烧 冒出阵阵浓烟 吓得赶紧报警处理 赶到现场的消防警一销 发现了这一部拖板车右后方的两个轮胎冒火 为了避免载害扩大随即喷水控制 现场十分危急 拖板车诚信司机一句邮程的诉说事发的经过 这一起拖板车烧胎意外是发生在3号 地点是在瑞穗赫钢桥 这一名陈姓拖板车司机 开车准备到赫钢村载运怪手 谁知右后轮刹车来令片过热引发火警 司机与另一名乘客当时赶紧下车逃离 他就是右后轮起火 因为他是塑胶啊 那个黑烟很大 属性没有人的伤亡 我们到这里 那个司机都已经逃出那个驾驶座了 我们顺利的把它扑灭 消防队出动了三车六人到现场进行抢救 半小时后就控制火势 说信都没有人员伤亡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 赶紧下车